可乐姐姐学幻画 今天我要画的是 晕先生 当然啦还是用铅笔记稿 这个晕先生呢 长得很像一个葫芦 也像一个疤 好 这边我想画一只猪 对 它很不高兴耶 它们两个在对话 在一个蓝天绿地的环境下 所以我要画一些蓝天 好 确定一下造型 开始用马克笔勾线咯 我喜欢它的肚子圆圆的 黑色的眼睛 哦 我们的葫芦猪来咯 呵呵 葫芦猪看着它 好 我们现在勾的线呢 是白云 完成咯 这是色块 那我先给晕先生涂一个橘黄色 那我先给云先生涂一个橘黄色 我选择蓝色涂毯的帽子 哦 这个脚忘记涂了 该给粉红色的小猪涂颜色了 我选择的是一款粉红色 有一种很好吃的感觉 呵呵 OK完成 现在我们图远处的树 我用的是深绿色 还有一点 草坪 我选用的是翠绿色 很像小草 嗯 可乐姐姐很喜欢 用彩线涂色的时候呢 顺着这个画纸去涂 顺着我们的线条去涂 我觉得这样子呢 可以涂得蛮均匀的 这块面积比较大 我需要慢慢涂咯 这幅画 云先生变聪明了 他在考着蜘蛛 问题 好 我们把蓝天涂起来 白云就衬托出来了 前面的绿地补上 看起来这幅画 快要完成了 补上这块蓝天 好 完成 小朋友 你也来画一下吧 有一点 小朋友 这部分 包含了 在无人的 这部分 你在哪里 的